所有的一些 全部都是針對黃國昌 你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國昌請分類 為什麼國昌要分類 保傑哥什麼東西要分類 為什麼要分類 垃圾才要分類 所以他意思你看 所以你就知道 國昌的那個仇恨值真的很高 還有包括 我現在才看懂了 搞了半天是垃圾不落地 我今天很特別 我還遇到一個人 這個人 他跟我說 他是四十多年的國民黨黨員 你知道他跟我講什麼嗎 他講什麼 他都跟我講到說 我真的是受不了國民黨 本來議會開的時候 大家還認為韓國瑜好啊 公道博啊 哥哥 你母親吹 結果母親吹之後變成是 整個民意全部倒 他在開計程車 他都不經過這一區 因為他說實在是太多人了 然後講一講講一講 他就很生氣 他說韓國瑜被傅寬旗給綁架了 以前之前跟我講說 韓國瑜被傅寬旗綁架 我很想真的假的 誰可以綁架韓國瑜 他生氣的原因是 本來韓國瑜做得好好的 本來韓國瑜的聲望是回來的 後來你們兩個一步 現在兵敗如山島 沒料電子報最新的民調 是不是告訴我們 好感度大將 然後就是所謂的負面評價大漲 一來一回之間 差了十個百分點 阿祖宗盛國瑜 觀眾現在記者所在 位置 這實力法不用怪 其實帶你關心現場的最新情況 我們現在人就在中山南路 以及青島東路口 可以看到儘管現在 大家都慢慢的來疏散了 但是人程還是非常非常的多 限制在現場還是有許多人 牌子都是舉著 是平平的來撐抗 不過呢 在稍早 其實在十點多的時候 他們也有說 其實現場是人數超過十萬人 而中山南路這邊的人是一直擠到了 宗孝東路 宗孝西路 還有徐州路上 不過在稍早大概十一點 十點半的時候 他們就有說 因為認為今天是省不完的 因此是希望大家有喊話說 5月28號再來 不過現在人潮還是非常非常的多 而除了這邊之外 其實在正南路以及青島東路 都有來進行管制 另外還有林森南路 那邊也都是有支持方案 因此正反兩方 其實人算是非常近的 警方也不感謝 再平平在全程緊盯 以上最新主播 好 謝謝新妹 剛剛講 惠神 你今天也到了現場 你完全感謝到現場那樣的一個氣氛 人真的那麼多 多到你連要走路都非常的困難 而且大家的情緒 第一個 我憤怒 我覺得我被背叛 情緒有這麼的這樣的強烈嗎 是 而且我跟你講 因為我其實是沿路在問 願意出來講話 你要一句話送給誰 我跟你講 我問了十幾二十個裡面 九成九其實都送給黃國昌 各種不同送法 有的就是 而且我跟你講年輕族群 其實你要知道年輕人 講到黃國昌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其實有點 內心的激動 為什麼 因為他被騙 他氣的是這件事情 他氣的是我十年前跟隨你 就現在你看 有一個直接都跟我說 我這一句話送給黃國昌 今天你是什麼顏色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我們聽海 紅 藍 白 黃 昌 你今天是什麼顏色 是 那你沒有看到 所有的一些全部都是針對黃國昌 你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 國昌請分類 為什麼國昌要分類 保傑哥什麼東西要分類 為什麼要分類 垃圾才要分類 什麼意思 你看 這些小孩子的創意怎麼厲害 有沒有 國昌不落地 什麼東西不落地 什麼東西要集中處 所以你就知道國昌的仇恨值 真的很高 還有包括 我現在才看懂了 對 因為你可能年紀稍長 沒有 就是沒有 國昌請分類 OK 國昌集中處 國昌不落地 我還在想在幹什麼 什麼意思 搞了半天是垃圾不落地 你看厲不厲害 而且有一個年紀 小學生 在學小學生 你知道他拿著那個牌子在走 我今天看到他 他就轉過來 你知道他上面寫什麼嗎 我不是職業學生 所以他的意思就說 很多人都罵說 走上街頭的都是職業學生 都是綠營側印 所以他們就要告訴你 不是啊 我們全部都是自己自願走出來了 所以真的擺出 除了主要針對黃國昌之外 還有一個我認為很厲害了 傅崑崎跟黃國昌的關係 像是什麼 傅爸爸 奇娃娃 什麼意思 因為大家都知道 怎麼搞出這個 就是傅崑崎跟黃國昌 兩個人聯手 所以有沒有 全部 所有的文宣 都鎖定這個兩人 我的國會不要有蔥花 然後誰牽著誰 什麼東西會被牽著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民眾的花 的創意百出 但是所有的出口都一樣 針對誰 針對黃國昌 那為什麼大家都針對黃國昌 因為你十年前告訴我們 不可以黑箱 你十年前告訴我們要公開透明 你十年前告訴我們 整個國會運作要怎麼樣 你十年告訴我們 那些大人們 只要關起門來 就在密室協商 結果現在所有你當時仇恨 所有當時你指責的 你現在全部都做了 所以這就是畫面上 我跟你講你走去 你真的是會佩服 全台灣人的一個創意 而這個創意的出口 其實很大的部分 剛剛說有十萬人對不對 我跟你講大概至少有七萬人 就是衝著傅崑崎跟黃國昌來的 這個真的就是這樣 他們兩個仇恨只有這麼高 真的很高 而且很多是年老年少都有 但我要跟你講 我今天很特別我還遇到一個人 這個人他跟我說 他是四十多年的國民黨黨員 你知道他跟我講什麼嗎 他講什麼 他就跟我講到說 我真的是受不了國民黨 本來議會開的時候 大家還認為韓國瑜好啊 公道博啊 哥哥 你母親村 結果母親村之後變成是 整個民意全部倒 他是在開計程車 他都不經過這一區 因為他說實在是太多人了 然後講一講...他就很生氣 他說韓國瑜被傅崑崎給綁架了 然後他就跟著 他也...他看懂了 他真的這樣跟我講 然後他就跟我說一個 你先之前跟我講說 韓國瑜被傅崑崎綁架 我很想真的假的 誰可以綁架韓國瑜 還是他是你的鐵粉 他真的這樣跟我講 而且還跟我講一句話喔 他很好笑 他跟我說 我跟你講啦 你說什麼 程序真不正義對不對 那個我是不懂啦 我就講一件事啦 民進黨就是厲害啦 不管對不管錯 不管有沒有正義 他就是老有人啦 你公民黨這樣就老有人啦 然後就講一講之後 不是今天最好笑的一個是 國民黨也應該是講 支持改革的辦 支持修法的人 他也去申請了一條街 沒有啦 就那一條街是空的 是 而且我跟你講 那個阿伯說什麼你知道嗎 阿伯就說 你傅崑綺 你傅崑綺不是黑道嗎 那你叫人出來啊 就是換句話說 現在喔 真的 你看 我們的製作單位特別少出來的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有一群人他就是泛藍的 他們卻升起了一條街 這個小姐搞了半天 是空的 沒有人 可是另外這些全部人山人海 是 所以我跟你講 現在喔 這個整個這樣舉弄下來喔 就算是國民黨 他也會生氣 他生氣的原因是 本來韓國瑜做得好好的 本來韓國瑜的聲望是回來的 讓你兩個一步 現在兵敗如山島 沒料電子報最新的民調 是不是告訴我們 好感度大漲 然後就是所謂的負面評價大漲 一來一回之間 差了十個百分點 所以你會知道 這一次的這個運動 真的很傷 而且我跟妳保證 如果藍白繼續省下去 這些人 每一個我訪的人 每一個我在旁邊經過的人 都跟我說 我們現在告訴你 你藐視我們 如果你繼續下去 我們會再回來 他會再繼續跟你耗下去 會耗下去 因為你知道 要有這麼多時間 可以給你耗下去嗎 不是 因為他們 大家現在的感覺是 如果我們這一次 我們可能就會變成香港 很多人都會認為說 香港四年 搞掉整個香港百年的民主根基 從哪裡開始 立法局開始 所以大家很有那種記事看 今天甚至在現場 在白天的時候 有一個香港人 他講什麼 他說在還沒有通過 國安法之前 23條之前 我們香港是前世間 大概也是前半段 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結果一通過之後 我們現在是全世界 倒數第十一名 他要現場的所有群眾 跟他喊一個 Fly for freedom Stay with Taiwan 政治觀點 獨家內幕 國際趨勢 財經焦點 重案解密 火線搜集 全方位 報內幕話題 不設限 我是張道合 你點兒 一道重 關鍵時刻 週六週日 決戰關鍵 venie 來上線